关心高雄停车空间不足 市议员蔡金燕在市政总执行中 希望市府正视这个问题 此外议员陈丽娜也针对迄今未来的发展 希望市府开发第二条过港隧道 获得副市长叶匡时的支持 另外高雄市明年就要送出国土计划 其中垃圾掩埋场要选在哪里 市议员林于凯也要求市府加强重视 关心地方停车空间不足 市议员蔡金燕在总执行中 针对高雄停车位规划不够 导致违庭论向多 希望市府正视问题 不能只靠民众检举规范大家来手法 在我们停车场用地甚至市场用地 在结合上能不能透过一些 多功能使用的方式 多腾出一些空间来 让我们的规划上更方便 提供更多的停车空间 我想这是市政委未来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 李富这边事实上会组成一个跨局处的小组 就是骑楼进空的这些方向 我们会有积极的处理 大概会先选择一些地方 然后怎么样来处理 那第二个就是停车场的问题 然后这个停车场问题 跟您刚刚提到的 譬如说有一些市场的开发 整体来规划 这个方向是很正确的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处理 此外市议员陈丽娜则针对发展 及活化骑津地区 希望市府落实具体办法 认为旧有过港隧道 以不足承载未来发展 希望能开发出第二条 并聚焦在当地居民的权益 期盼在交通与土地方面 市府能加强关心 旗津的都市计划 其实早就已经做完了 但是完全不按照都市计划来 所以我认为高雄市政府 必须要去探讨 就是请所有的这些 公有土地的这些单位 把土地释出 给所有的旗津人 让旗津在这个住宅区里面 商业区里面 只要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 有房子的 都能够把他的土地买回来 因为旗津这个土地 虽然都是公有的 有些是属于交通部的 或者航港局的 所以是要 我们已经有做过一个 初步的一些 跟不同单位做一些协调 看有一些能够 快一点整合的 先做一些整合 那交通的部分 我也很赞成 事实上必须要跟中央 争取一些费用 我觉得第二过港隧道 确实是需要的 而高雄明年就要送出 国土计划 市府是否有考虑 垃圾掩埋场 及失业废弃物处理的问题 市议员林于凯 以中刚为例 提出他们一年产生的废弃物 扣除掉回收 再利用的部分 剩下的不知何去何从 要求市府重视 加户垃圾 及失业废弃物 衍生的环保议题 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 未来掩埋场会在哪里 以后高雄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们从焚化炉烧出来的底渣 这些垃圾产生的底渣 会没地方去 没地方去的话 它会不会变成又产生 到处灰飞回田的状况 那失业废弃物 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中刚产生出来的这些转炉石 它只有20%左右可以再利用 其他的部分都是交由清除业者来处理 针对议员关心 师傅表示会以书面报告详细回应 规划出妥善的隐隐办法 记者黄俊怀扫心 高雄报道